那比如说我这个有个X123456 你当然第一个你也可以在我们的Python里面新开一个新的 new一个这个module 以后反正都这样 一module一直加一加也可以 或者你要在新专案新的package也可以 可以把它用专案跟packagemodule把它分开 反正是三阶的 你可以做你专案上面的一个资料的 那个各种资料不一样的那个module 你可以把它写在不同的module里面 有不同的用途 那比如说我今天针对什么了 针对像X像刚刚这地方 那比如说我把它print出来的话 当然这边底下有个print 我是觉得Eclipse还不错 就是你如果要print的话 你其实打一个p好像它就自动就出现了 自动就帮你print 你enter不过它就帮你出现 很多地方都不用自己打 它会自动帮你跳出一些提示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第一个 那假如说我把它print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字串当然如果我 另外有个就是我把它转成int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int 比如说我这边加一个int 先把它转成int之后再print出来的话 那结果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输出高中你说 它是一个string 它是一个int 有没有 它本来是string 但是因为你有加上转型的叙述 因为int是只是单一个变数里面只放一个东西 可以 可是如果你像lister 那你用那个int转的话 它应该会告诉你 它转不过去 为什么 你这是多个 要放在一个 它没有放 没办法帮你放进去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资料行笔 它会出现错误 有没有 它说你这个accument里面的话 必须要 你是一个number 不是一个lister 所以它没有办法帮你转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变成 如果说你要把那个x4的type print出来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怎么样 把int转型拿掉 OK 然后就把它做输出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出现lister 有没有 它那个形态 因为我这边x4是一个lister 那其实在那个python里面 如果要放多个资料的话 除了lister之外 另外还有用到一个叫什么 triple 那个triple的话 就是你如果假设把这个中瓜糊 改成小瓜糊的话 你会发现 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把它改成小瓜糊 你把它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它告诉你 你这边变成triple 那triple跟那个 这个lister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在哪里 中瓜糊变小瓜糊 当然不只是这样 第一个符号不一样之外 第二个话就是说呢 你如果是lister 它是可以存取 可以读写 就是可以去修改里面 变数里面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用triple的话 它是维读的 差别在这里 只有在这个地方 维读的 那维读的好处就是什么 它的存取速度一定比较快 但是缺点是唯读的 就是只能读不能写 OK 所以这地方差别在这里 不过其实 你们现在一般用途 说真的 因为CPU跑太快了 所以真的 你目前如果实在不想记太多 你干脆就自己一个lister就好了 另外一个可以暂时忽略 没关系 其他还有像什么 还有比较 如果你把它变大瓜糊 它有高 如果你把它变大瓜糊的话 你也可以玩玩看 就会产生另外一个 你如果把它执行 你就会出现有一个叫什么 set 特别说 set又是另外一种资料形态 不过目前也是一样 我是觉得set用到的机会也很少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那本书里面有相关set的说明 set是要用太少了 所以什么时候用到 我想有需要的话 我们再来讲好了 OK 反正有时候讲太多 有时候你们也不定记得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方法 让一下 再来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跟上个礼拜一样 比如说我希望在前面 假如希望加一个什么 我希望这样子输出 看起来不清楚 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什么 那个这个是资料形态 一个冒号 比如说我希望这个printer的叙述是完整的 那我们习惯的是什么 资料形态串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字串 串接一个它的资料形态在这里 那理论上看起来好像OK 有没有 输出应该资料形态冒号 它是一个stream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 资料形态串接什么呢 把这个type输出 不过你会发现 好像会发生跟之前一样的状况 什么状况呢 就是他告诉你说不行哦 特别重要以后你要慢慢习惯 看懂下面的东西 不要因为看到红色字就很紧张 有没有看到很多刚开始不太写程式的 看到红色字就感觉好像肾像线那个 突然整个就会有那种 整个人因为常常这同学 他我说你答案就在那里啊 你为什么不看一下 老师我这边错了 说答案就在那里 你看一下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在哪里几个讯息 第一个你错在哪一行 有没有 Line 7 很清楚啊就这一行 OK 所以呢哪里错 他已经告诉你的 第二个为什么错 下面会告诉你 Type L 有没有 后面是叙述 这个是他的标题 后面是你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以后啦 假设你拍场里面啦 你只要遇到类似状况 大概就知道怎么改啦 有时候大概90%以上问题都可以很简单解决 而且Type L 这个最多 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遇到的状况都是这样 那我知道一下 他会跟我讲说Must be string Not the type 原来type也是一种形态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转型一下 怎么转还记得吧 在这边呢你就把这个type 把它前面加一个string 有没有 STR 前刮弧 再加个后刮弧就好了 OK 一定要一对 刮弧不能少一个 因为常常同学 加了前面忘了后面 OK 那这边把它再加一个 因为其实第七行会错 第八行也会错 OK 另外呢 他这个错了 他这个叉叉 他有感觉好像会裂格 明明你已经改正确 但是他会过 大概好几秒钟 他才帮你把叉叉恢复 所以有些同学 比较敏感的 就马上看到那个叉叉就觉得 老师怎么 前一秒呼叫我 后一秒老师跑了 没事 所以他会有点慢 你不要紧张 因为你要慢慢习惯 你可以不是他就是会有这种 这种这种开发他会 所以你要了解他 你就会开发起来蛮愉快的 你跟他相处蛮 因为你要叫他做什么 他就帮你做什么出来 怎么写都没关系 好那这边把它直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最后做出来的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资料形态 后面的话串接他的形态内容 其实也是把type 转成stream 做输出的动作而已 那其他这个X4的话呢 因为我这边只是把它改成 不同的刮符形态 那会可以学习 不过最重要的我跟各位讲 最重要目前的就是一个类似 所以你就暂时其他的两种 你大概知道一下 书里面有讲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暂时用不到 你也许先摆着吧 我觉得有时候他记太多 对于coding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同学记太多 最后把它混在一起 搞不清楚 所以请各位先 试着把这个type 部分把它做出来 另外的话 待会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观念 然后做逻辑判断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请问一下 您的想法 您能够找好 这是我们 许多也一样的 您的想法 您的想法 您的想法